大家好,我是Desmond,我們今天來到北角英王道的大昌大廈 你說這個大昌大廈有什麼值得我們來拍? 又不是歷史建築,又不是很舊的 為什麼要特意來這裡拍攝? 因為這個大昌大廈雖然是1955年學成,當然不是任何歷史建築 但是它出名就有四部拉閘式的舊升降機 可能你說舊式的拉閘式升降機有很多地方都有,為什麼要來這裡拍? 因為它這四部升降機是最容易讓我們拍到影片和進去坐 有很多舊樓裡面有保安或大廈的大閘 這裡相對地很容易走過來,因為對整英王道大街大巷 四部升降機都是無遮無掩可以過來拍照和試坐一下 不過我先說了,始終人家是民居來的 所以就算你想試坐也不要那麼大聲那麼高調就騷擾住客和商戶 四部升降機各有不同的樣子 你剛才第一部和第二部的樣子已經完全不同了 剛才那部就是一個綠色的門,現在這個是北秀鋼門 再走前一點就有一間護老院 護老院這個升降機就用了藍色的框 有了不同的顏色 但我又心想,如果護老院經常有些輪椅出出入入 會不會很不方便呢? 因為坐這些升降機始終都要拉門、拉閘 可能出入有少少,老人家會不會不便的情況 四部升降機都有不同的設計 更加有了不同的顏色 好像這部是米色的 它上面有一個很大很大的膠牌 寫著一些告示 其實是寫什麼呢?我們先看看 就是告訴你這個電梯整天發生運升降機 以及為什麼電梯太殘了 就叫你千萬不要坐得多個四人或以上 以免就是運升降機 這就是大昌大客的業主立案發團的啟示 應該理論上,四個人都要看看四個是什麼身形的人 給大家看看這個電梯 它已經在這裏了 手動開門 接著呢 還要手動開電閘 我們上到最遠頂 第八樓才是最遠頂 心頭到 這批電梯已經接近70年歷史 內部已經換過了 重新翻新過了 有很重的70年代氣色 譬如不掃鋼板 升降機制等等 最大的特色就是 看到升降機時 你看到那個電梯槽 每一層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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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些電梯是沒有可能見到這個景象 就是這樣 同時的片段 應該看到一入電梯的時候 其實是按過八樓的 不知道為什麼 在七樓出了之後 電梯是下了去 是沒有上去八樓的 下了去 我已經停了很久 終於等到電梯來了 嘩!好可怕 嘩! 嘩! 直到不上來 都超過了我 剛才你上八樓的時候 八樓的時候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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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本來直播想跟觀眾說 看著電梯是飛了我的電梯的人 我按了7樓 按了之後 它直上8樓 然後就沒有停過我了 所以我就覺得 有點古古怪怪的 我電梯的最大特色就是 看到那個門 就是有個小窗門 小小長型窗門 讓你看一下電梯究竟在不在 那你不要亂開門 就讓人家截到一個洞 那你試一下就坐第二卡 你會清晰看到這卡 跟剛才的裝潢坐的有不同的 內裡的裝潢 但是清晰看到電梯的製造箱 那個名字 我找不到 就是信達的瑞士廠的製電梯 這製造箱是屬於 現在的義和負責的 相信這個電梯製造箱的銅板 應該是跟著電梯出廠到現在 即是接近70年的歷史 而每一層的住戶的樓層 都會看到 一樣 就是那扇門 你要開了才有電梯坐 一樣有個長長的窗門 讓你看到電梯到閘尾 還有你看到地下用紙皮石 好懷舊 還有這個電梯可能是連視耳膏 所以按它也不是馬上動 可能我又心急了少少少 甚至連上下登掣 我可能也不知是甚麼掣 不過最終它又下到去 真的沒有寫 沒有理由沒有寫 其實在片段中 我說沒有寫甚麼 其實我當時直播 只是想找電梯有多久的歷史 看見檢查證 只有寫最上次檢查的到期日 但找不到出廠的年返 當我回來再找資料 才知道洞大那是1955年成建造 超好玩 超厲害 超好玩 超有華舊的色彩 所有回憶都回來了 其實我年紀都坐過這類型的拉閘式 舊燕契 以前老公住在堅尼地城堅尼大廈 都是坐這些升降機 但我不知道堅尼大廈是否滿了 因為不能進去看 所以今次的影片到此為止 跟大家坐下升降機 遊下升降機 還有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幫幫忙 like、share、comment、subscribe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為甚麼 Skip了我 Skip了